Nexa, AA, Manulife, Prudential, FWD, FTLive,中銀行手,中華人手, Blue Cross, Bowtie, Sigma, Blupa, Sun Life,立橋,立美豐和恆生,我都有比较過的 Hello,我是Poja and Bella的Ageana Hello,我是Poja and Bella的Marco 今天我們是做一個Ageana的開箱評測物 保險資料準備長盡,十分用心,而且不會因為Friend了就放棄它 覺得這個評價是客觀公正,還是其實是做馬的? 讚我,我當然覺得是客觀公正,對吧? 但是我覺得真就真在,是我每一個客人都很努力去看待的 一來我工作時間很長,我又盡量看到訊息就立即回覆 不知道大家跟我訊息的時候感受到這件事 還有我盡可能每一個人都提供一個好個人化 而且是完全根據他們的需求,他們擔心的去做一個簡報 還有做一個很完整的一個流程和Presentation Equality 所以不論是細緻,旅遊保,醫保,大致到我經常做的危機 又或者最近好公買的儲蓄都好 其實我每一個客人都差不多會花十個小時 去處理一個完全陌生的網上客戶的一個查詢 所以我又覺得,無論見到面也好,又或者只用WhatsApp也好 我聽說有很多保險中間他們是不做醫保單的 所以這件事就沒有發生在我身上 我有個別幾個客人都是在別的地方投過保 又或者有些不快的經歷,然後回來找我 覺得整個用戶體驗是很原理的 他們是這樣跟我說的 好,所以第一個你覺得是客觀公正的? 當然 好,那第二個 感覺你很值得信任買保險 會減少了很多他自己作為外行人花時間 去比較不同公司的計劃的努力和精力 你是不是會幫客戶比較很多保險產品呢? 我聽過有一條都挺有名的 以及挺多人的某間公司 也不是我自己的公司的團隊 因為我在那間公司有很多朋友 他們就很詫異為何我會喜歡做一般保險 以及他們有一條綠條 無論是某式公司和某另一種公司的人都好 我都聽過他們的上頭跟他們說 千萬不要做比較,為甚麼呢? 我們兩個老闆很喜歡說一句 Bizja,Bizja,Pani不Bizja 我們的老闆就反其道而行 其實很鼓勵他的同事做比較 但我做比較就不完全是因為我老闆 純粹就... 純粹你喜歡比較的 我不肯理這件事 我不完全是最喜歡做比較 因為我做比較也很累 如果從頭到尾都知道自己想要甚麼的話 我是不同意要比較的 去到保險一些摸不到的產品和服務 其實就好像你去買data、電信服務那樣 其實你不去比較過那麼多間 你根本都不知道哪一個是真的適合你的 即是說比較已經是成為了可能借貸 或者電信服務、保險、美容 經驚的過程 即不是說我真的很熱愛做比較這件事 而我沒辦法去通過就這樣 就是沒辦法就這樣 叮一聲就知道 我拿完想要這件事我不用給 我就這樣買料就可以了 你說得出名的公司的保險 我都有交過的 而這件事也是很多同行朋友覺得很神奇 又或者會問我拿了一個地方 例如 例如 XAIA、MANULA、FWD、FTLIFE、中銀人手、中華人手、 你都非常客觀 因為你真的做了很多比較 但是其實有很多找到我們這個頻道的朋友 第一個問題就是問我 你們是不是broker 因為其實broker的職能 即他的工作模式是透過 拿到幾間比較細型的保險公司的 一些可能是舊的 即不是現在賣最熱的那份 然後最理想的 他們是應該可以幫到顧客 去拿到一個最均真 或者最便宜的 即是他們可以同時出幾間公司的建議書給他們 我們這個比較的動作 可能給別人的感覺是 我們會好像broker 因為我們同時提及到幾間公司的價錢 保障、分紅等等 但是其實我們不是broker 但是broker的朋友 我覺得人之常情 不是覺得這樣是超級有問題 即是他們的工作模式 是會令到他們 會有可能選擇一些 對他們來說最高佣金的產品 但是對於我們來說 因為我們是某一間公司的理財顧問 而所有看我們的網站的人都會知道 而且我們也會披露這件事 所以變相所有的利益關係 以及我自己的立場 我為何去做一個決定 都是公開和透明 你剛才提到了透明 其實我回看 很多客戶對你的評價是 很老實、很誠實、很中立、不說官腔 其實是不是你平時跟他們說話的時候 就真的是一副老實的模樣呢 我自我的評價 我覺得如果你真人看到我 和影片看到我 除了可能有些人覺得我照片之外 除此之外 說話的方式 好像聽說沒什麼很大分別 因為在投保的時候 多數都是要見面 看到面也會有一種莫名其妙的親切感 好像大家認識了很久 但我明明不認識他 網絡世界 這個這麼怪誕的網絡世界裡面 我是不是認識楊千華呢 我認識他他不認識我 但是我是一個普通的市民 都是一個雲雲創作大學裡面的 一個YouTuber 又或者今天學到一個新的名字 叫Educator 就是Educator和Entertainer的一個結合版 我覺得大家真實看到我 和影片裡面 我覺得是沒有很大的分別 如果有分別的話 大家還有之後告訴我 可能我自己也不知道 OK 是不是可能分別最大就是照片 應該是 可能看到面就覺得 原來這麼醜 原來這麼漂亮 好 那再看看 這一位朋友就說 She is level highly professional and sensitive She is reliable as an agent as well 你是不是真的一個 這麼專業、這麼 sensitive 和這麼 reliable的人呢 你覺得 你怎樣解定專業和可靠 我覺得這個大家都會有點不同 例如說 舉個例 我有遇過一個客人 他會因為我沒辦法幫他 去搶到50元禮券 而覺得我不可靠 其實好看你怎樣定義可靠 但是我自己來說 我有一件都挺嬌謀想炸自己的 是我做 你賺吧 是賺自己 我頻道都給你賺的 當然了 我到現在是100%逐保率 100%逐保率就是 我準備要破100%逐保率 知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要退保其中一份保險 破壞我的100%逐保率 我自己 你不想其他人殺你 要殺我的 只要我自己 應該就是這樣 我覺得 這麼多個找我買的客人 大家都買得很高興 其中一個原因是可靠 而可靠就應該不是 例如說我幫你搶到什麼回證 我回佣給你 就是不是這些可靠 而是腹肌復得快 還有在申報疾病上面 申報得完整 還有在流程上面的交代 都是說了很多保險人不會說的 我覺得這一方面的完整性 是他們會覺得可靠的地方 這一點我可以做證 Ajianna是我見過腹肌最厲害的人 即不是八舊腹肌那些腹肌 而是她復訊息message 只要她不是在睡覺 她好像也睡得多睡覺 說笑而已 其實只要她不是在睡覺 她幾乎永遠都是秒回 我也不知道怎樣可以 像是chatbot一樣 所以我們都懷疑她是不是AI 其實是這樣的 為什麼會有chatbot的感覺 或者很多人都有這個感覺 甚至有一刻都覺得自己是chatbot 有一點心死的感覺 我現在只是一個聊天機械人的感覺 因為我會覺得網路世界上 是養爛了很多 因為我也是網路的重度使用者 我有看很多youtube 我有用很多whatsapp IG我就不留意的 我只是貼貼而已 我也是網路的重度使用者 我用淘寶的 譬如說上網買東西 iherb 譬如說你去排銀行的那些 其實全部都是一些bots去回覆你 即是說你以前是3G、4G 你現在是5G 大家對於網路的速度 你期待回覆的那個速度 其實是史無前例地要求有個快 而當我回覆得快 其實客人會有一些dopamine 他自動地會覺得 為什麼你回覆得那麼快 好像一個bots一樣 其實這種誇張的快 已經成為了社會的常態 就像淘寶一樣 如果你們有用過內地的小程式 他們有很多聊天機械人會立即回覆你 也有很多很快的prompt 例如說你想問什麼問題 你就選快速回答 他們就會一聲彈一個答案給你 這種快速解決問題的快感 是機械人才會提供得到 而且機械人也越來越提供得到 各種個人化的答案 因為很多東西他們都已經回答過 只不過就是我做不做到這種快 即是他們就說我做得到 我就知道我自己一定不會比機械人快 但是其實我之所以追求這一種快速 就是因為要去迎合大家 在網絡世界上使用 因為大家都在YouTube找到我們 用這些服務提供者的那個習慣 即是你回覆得太慢的話 人家真的有什麼急事 譬如說他有意外找起你上來 其實如果你回覆太慢的話 你隔兩天才會回覆的 你又如何說服他 真的急事找你的時候 你會找到他 都很合理 所以兩題 一方面我喜歡回覆訊息 二方面我喜歡很快地解決所有事情 二方面我會覺得我的判斷是 現在這個網絡時代 如果回覆得慢是一個倒扣分 回覆得快是一個正常的發揮 我覺得 另一個問題 我們看到我們後面一路有個牌 寫著了三個字 Ratically Transparent A.G A.G 我知道就是在說你自己 Ratically Transparent 其實是在說什麼呢 Ratically Transparent 分析 只是說什麼呢 Ratically Transparent